10月4日晚姚晨在微博上 筛出自己带儿子前往影院 看新作《九层腰塌》的照片 但是小土豆却在影院睡着了 姚晨发微博中 土豆第一次看电影 就是妈妈演的《九层腰塌》 刚开始横给面 瞪眼认真看了十来分钟 而后就陷入烦躁 最后干脆睡着 直至影片结束 醒来后我问电影好看吗 她庄重点点头 我又问那土豆长大了拍电影吗 她坚决的摆拉摆手 看到姚晨的微博 有网友评论道 不约不约 妈妈我们不约 哈哈土豆太可爱了 土豆不要这么不给妈妈面子啊 而此后于白梅又转发该微博抽 前面居然没吓哭 姚晨则回复道 还真没有 娃太小了 以前在家里看投影机都害怕 这次居然在影院里坚持看了十几分钟 亲妈演的电影就是不一样 10月4日晚 姚晨在微博上 筛出自己带儿子前往影院 看新作九层妖塌的照片 但是小土豆却在影院睡着了 姚晨发微博抽 土豆第一次看电影 就是妈妈演的九层妖塌 刚开始很给面 瞪眼认真看了十来分钟 而后就陷入烦躁 最后干脆睡着 直至影片结束 醒来后我问 电影好看吗 她庄重点点头 我又问 那土豆长大了拍电影吗 她坚决的摆拉摆手 看到姚晨的微博 有网友评论道 不约不约 妈妈我们不约 哈哈土豆太可爱了 土豆不要这么不给妈妈面子啊 而此后 于白梅又转发该微博抽 前面居然没吓哭 姚晨则回复道 还真没有 娃太小了 以前在家里看投影机都害怕 这次居然在影院里 坚持看了十几分钟 亲妈演的电影就是不一样 前面的电影就是不一样 几分钟 就来说 不知道 我觉得 这次 看电影在电影